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084集 极竞丹帝面露凝重之色 点头道 既然陈兄吩咐了 那就由我来说吧 我想诸位应该都听说了 雷霆之海中出现了空间封印 和空间封印中出现圣经的消息 当时啊 登革得知消息之后呢 立即催动诸天万界 让老夫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雷霆之海 老夫才得以第一时间看到这空间封印 也的确在空间封印里面呢 看到了诸多圣经构成的一个大型阵法 并且感受到了圣经的气息 说到这儿 极竞丹帝露出了怀念之词 这的确是圣经的气息呀 鬼阎罗等人目光一下子凝湿了 不敢有嘶吼的遗漏 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除非是圣器等级的宝物 其他宝物对他们而言 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 但是圣经绝对是能让他们疯狂的一个东西 这等宝物 甚至能让他们触摸到传说中的圣经的门槛 极竞丹帝继续说道 不得不说呀 那空间封印是老夫这辈子见过最可怕的封印 当时那空间封印还处于开启状态 所以老夫第一时间就进入了空间封印之中 而一同进入的还有气垫的娄兄 龙家的龙霸天 雾隐门的楚花汉等等这些人 什么 龙霸天老祖和楚花汉也进入了空间封印 鬼严罗他们大吃一惊 不有的惊呼出声 虽然他们隐约地听到了一些消息 但是完全没想到这个消息是真的 从之前秦晨露出的口风中 那空间封印中除了他们几个之外 已经没人活下来了 难道龙霸天等人都死了吗 没错 他们也进去了 不仅是他们 老夫后来才知道 万魔宗宗主和飘渺宫上官夕儿公主 也都进入到了空间封印中 吉净丹帝点头道 轰隆一下 腾花藏他们全都面露震惊 上官夕儿公主也进去了 他们完全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 腾花藏颤声道 难道上官公主也陨落在了里面 他没有陨落 吉净丹帝摇摇头道 诸位再实现别提问了 等老夫将过程讲完之后 诸位有什么不理解的 大可再问 吉净丹帝说话之后 不再回答 而是开始继续地讲述在远古摩地中遇到的事情 从遇到无数恐怖的黑影开始 再到遇到三岔路口 紧接着是岔路中的神秘远古摩阵 再到宝物宫殿 最后才讲到了大殿中 士天魔主的出现 和上官夕儿等人的阴谋 一开始的时候 腾花藏等人还能保持镇定 到了后来 几个人已经是震惊得没有一点血色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吉净丹帝他们竟然在那里 遭遇到了这么多的生死危机 同时 他们也终于明白 吉净丹帝等人 为什么会对秦晨如此恭敬 原来 若非秦晨 他们这群人恐怕全都已经陨落在了远古摩地 你 红尖封印冲 竟然封印了一头远古天界的魔头 雷霆之海 竟然是远古天界一名强者造成的 目的就是为了镇压着天界原魔族高手 不可思议啊 虽然吉净丹帝说得很清楚 但是腾华藏他们依旧感到难以置信 就如同神话一般 倒是飘渺宫勾结一魔族的事情 他们虽然痴心 但是因为当初古鱼界之后就有风声传出来 因此没有让他们特别的动容 但是他们震惊的是飘渺宫的上官谢尔竟然已经触摸到了一丝盛境的门槛 跨入了半盛境界 一时间腾华藏等人完全陷入到了震惊之中 久久无法回神 一惊丹帝 如何证明你所说的呀 但很快的腾花藏等人都是怀疑了起来 他们不得不怀疑这一切的真假 因为这实在是太过惊悚了 按照吉净丹帝所说的 是秦臣击败了冤魔之主的投影 岂不是说黑修会的年轻会长是一名半胜强者吗 这难免有些太夸张了呀 让藤花藏他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吉净丹帝他们别有用心 不想让他们进入那远古的封印之中 才故意的去威严耸听 难道老夫要骗你们不成吗 更何况血脉圣地的丘浦纯和气垫的娄子墨大师也在此 难道我们三个会联合骗你呀 吉净丹帝脸色难看 他没想到藤华藏等人居然不相信的 藤华藏站起来面色凝重的 义锦丹帝 并非是我等不相信你 而是此事事关重大 我等也不能只倾信片面之死啊 老夫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个时候 站在秦臣身边的傅乾坤冷冷开口了 阁下是 傅乾坤的声音立即将所有人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 藤华藏等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狐疑之色 傅乾坤太神秘了 他们都很想知道他的真面目 众目睽睽之下 傅乾坤将面容展露了出来 顿时一张威严 但是却充满了沧桑的面孔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双眸闪烁着精芒 如同两翁深不可测的深潭 蕴含着天地万物 冷冷的注视在了鬼阎罗几个人的脸上 傅乾坤会长 看到傅乾坤 藤华藏等人先是一个愣神 而后便是一声惊呼 傅乾坤 曾经的大陆第一人 他的出现 让藤华藏等人无不震撼 心中卷起了惊涛骇浪 曾经身为血脉圣地会长的傅乾坤 是名副其实的大陆第一人 两百多年前神秘失踪之后 大陆还依旧流传着他的传说 有的人说他还活着 也有的人说他已经死了 但是 藤华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这个地方见到傅乾坤 并且如今的傅乾坤 竟然是成了黑修会会长身边的一名护卫 这种震撼 远比什么都要来得让他们心惊 而更震惊的 还是血脉圣地的领队 乃是血脉圣地的一位傅会长 目光一闪 露出了无比震惊之色 他俨然看见了邱普纯 难怪邱普纯张老 对着黑衣人一直十分恭敬 没想到这黑衣人竟然是血脉圣地 曾经的会长大人 邱普纯张老的师尊 你 你真的是傅乾坤前辈 童华藏忍不住万分的震惊问道 以傅乾坤的身份地位 的确担得起他一生前辈 天底下 难道还有人能冒充老夫不成吗 傅乾坤大笑一声 嗡地下 一股无形的恐怖威压 弥漫而出 一股威压浩荡深邃 如同神灵一般 凌驾在了滕华藏他们的规则之上 给予他们无比巨大的压力 老夫当初之所以失踪 就是被上官席儿连同一模族人陷害 被关押在飘渺宫 是陈兄闯入飘渺宫救出了老夫 否则老夫恐怕现在 还被关押在飘渺宫 生不如死呢 傅乾坤寒声说道 身上的杀鸡涌动 藤花藏等人 只觉得仿佛置身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身体不由自主地瑟瑟发动 傅乾坤给予他们的压力太大 就好像是一座巨山一般 压迫在他们的身上 难道傅乾坤大人也触摸到了那一丝圣经吗 呼的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藤花藏等人的身躯狂震 否则根本不足以解释傅乾坤给予他们的压力 为什么会那么大 同为巅峰五地极限 实力哪怕有强有弱也不可能会相差这么大 而更让他们心惊的还是傅乾坤对秦臣的态度 这个少年究竟是谁啊 他们盯着秦臣心中无法安宁 以傅乾坤的身份 就算是黑修会的陈青救了他 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而臣服给对方 这其中必然有其他的原因 晚辈 见过傅乾坤前辈 藤花藏等人纷纷地站起来行李 这是对曾经大陆第一人的尊敬 以傅乾坤的身份也完全承受得起 前辈证明 我等自然相信 只是 只是你们还有疑虑对吧 傅乾坤冷冷一笑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自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身份 对其完全信任 毕竟这是关系到自身的大事 傅乾坤淡淡了 既然如此 那么就让你们见一个人 公孙哲 把人带上来 傅乾坤话音落下 大厅大门顿时大开 公孙哲拎着袁天焕 走了进来 砰的一声 将袁天焕 扔在了大厅中央的地面上 此人名为袁天焕 乃是斗舞会的副会长 如今斗舞会的会长 前不久 曾经有一个神秘人进攻黑修会 正是上官希尔 而此人 也与上官希尔有个接触 同时对空间封印的阴谋也十分了解 诸位若是不信 大可对其进行搜魂呢 袁天焕躺在了地上 满脸惊恐之色 听到搜魂儿子 更是吓得如同筛炕 搜魂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手法 一旦有任何纰漏 他的灵魂就会崩溃 成为一个没有意识的白痴 但是袁天焕身上 被下了各种禁止 完全动态不等 只能任由傅乾坤等人摆布 我来 鬼炎罗第一个走了出来 目光阴寒 听到傅乾坤说 他曾经交手的那个黑衣人 是上官希尔后 他心中其实已经信了八九分了 也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他们几个人 当时为什么没能将那黑衣人 给留下来 一道道阴冷的鬼气弥漫而出 鬼炎罗身为天鬼宗的宗主 搜魂手法自然是熟念于凶 一丝丝阴冷的力量 瞬间地涌入到了 袁天焕的脑海中 片刻 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也来 哎呀我 死魔教 屠俊义教主 和藤霞藤花藏等人 也都纷纷地走上前来 这种事情 必须亲自动手 才能相信 好在几个人都是大陆最顶级的强者 连续搜魂之下 竟然没有让袁天化的脑海崩溃 而他们 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个个脸色惨白 漠然不语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切竟然真的是 飘渺宫和斗舞会的阴谋 一丝丝的寒意 瞬间从他们的心中狂拥而出 此时此刻 他们甚至在庆幸自己 没有及时感到 不然连同龙侠老祖和物影门 门主这样的高手 都陨落在那远古之地了 他们几个人若是进去 恐怕陨落的概率也不小 原来如此 许久 藤花藏等人 这才难难开口 心中物质震惊不已 诸位 是不是还有些怀疑啊 老夫这里其实还有一个证据 忽然 傅乾坤笑了 只是 他的笑容却充满了无尽的阴似 众人转头看去 就看到傅乾坤的目光 竟然凝聚在了血脉圣地领队的另一名副会长的身上 阁下还准备伪装到什么时候啊 傅乾坤冰冷地说道 华 会长 属下不知道你说什么呀 那傅会长莫名地看着傅乾坤 语气中有着疑惑和紧张 还要继续装下去吗 一模族人 傅乾坤冷笑一声 不再言喻 便是抬手抓舌而来 一只巨大的手掌如同天目 要将那个傅会长瞬间笼罩在其中 那傅会长的脸色大变 身上爆出了一股可怕的气息 轰的一声 惊怒地拍出了一掌 同时身形爆然后退 冲出了大厅的同事 怒喝道 傅会长 你做什么 做什么 在本座面前还想伪装 虽然你身上的一模族气息 已经隐藏得十分好了 可惜本座被困飘渺攻两百余年 天天与一模族打交道 你身上的臭味 本座烟能闻不到 傅乾坤冷笑声中 那手掌已然是狠狠落下 而那血脉胜地傅会长 如何能抵挡得住傅乾坤的琴呢 顿时就被覆盖在了恐怖的手掌之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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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